字幕志愿者 宁明 大家好 今集我想和大家分析 协部联集篇5个动作 协部的要点是挺胸、合腰 两个大腿是紧购的 我现在示范协部的联集 左脚在前 围而左协部 右脚向后做叉步 双手抱拳是腰 挺胸 踏腰 两个大腿紧头 全蹲 臀步是坐在右脚肩上面 我们右脚在前 唯一右脚步 左脚向后做一个叉步 双手抱拳 挺胸 踏腰 两个大腿紧头 全蹲 臀步坐在左脚肩上面 现在分析第一个动作 单拍腿 脚步下冲拳 分手 拍手 拍右脚 组个单拍腿 右脚步 右手收拳抱腰 左手收拳 转身 脚步向下 冲拳 我证明示范一次 左手 转身 单拍腿 一步背跨 收拳 左拳 转身 向下冲 推胸 向下冲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提膝 勾手推掌 往前扯方向 雙手畫弧 畫一個大圈 回來前面抱手接手 右腳向左腳後面做叉步 坐下 眼神忙在斜前方 第三個動作 空步衝拳 脅步輪渣拳 雙手抱拳 開左腳 轉空步 左手勾拳 打右拳出去 左腳向右邊做叉步 輪臂做一個炸拳 第四個動作 提手比掌 我們微微向右斜前方 提手 雙手抹起 擺手 把右手帶回宮前 兩個手是鴛鴦手的 帶回去 右斜前方 左腳 股本步 雙手畫弧 左手做一個穿掌 右手 縮回來後面 左手 帶回去後面 做一個勾手 右腳 在左腳後面做叉步 坐下的時候 右手兩掌 第五個動作 外擺腿 脚步 上左腳 雙手上拍手 右腳外擺 左腳向後做叉步 右手 向前畫弧 向後做一個勾手 坐下的時候 左手做一個挑掌 忍神 防在斜前方 今集我們分享了葉步 下一集我們有驅步 惑步和其他動作的分口 我們下次見 再次見